黑色火箭底部冒出火焰跟浓煙 在发射台上蓄势待发 伴随大量烟尘火箭推进升空 一下子就消失在画面中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火箭发射后 速度飞快没多久就飞进云层 阳明交代研发火箭的阿沙利实验室 二十一号清晨六点多 在屏东科研火箭发射场 执行火箭飞射任务 火箭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 那这些小问题其实到最后会 可能会慢慢引发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种很多系统的这种大型计划里面 就是要做一个整合之城是蛮困难的 虽然困难但这次飞逝相当成功 整个任务里约有二十五人参与其中 阿沙利实验室在团队里主导舰体的 系统整合与发射台设计 前张火箭研究中心负责提供 第一节主力的舌音混合火箭引擎 维基电私服控制实验室则负责 传输航电系统 火箭名称取自魔戒的精灵码 长五点二公尺直径二十六点五公分 重达一百九十公斤 射高约有三千公尺 是舌音混合火箭引擎的首度试飞 然后是要验尽一下它整个系统 串起来后的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 然后发射点火的时候 我看在地上是后着八秒左右吧 然后就放飞 看起来还飞得蛮稳固的 学生团队成功让火箭升空 不仅是一次丰硕的成果发表 也成为阳明交大迈向太空探索的新里程碑 华社新闻周梦翰苏云宽章权 评论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